位在台北一通街的艺术空间 一通公园创立于1988年 当时台湾刚刚解研 整个社会散发一种 渴求改变的朝气 一通公园就经常举办很多 很前卫 很具有争议性的展览 现在知名的艺术家 袁广明、顾世勇 还有姚瑞中等人 他们当时学成归国之后的 第一个展览就都在这里 一通公园不求盈利目标 他也不刻意去迎合收藏家的口味 26年来始终如一 是台湾当代艺术的摇篮 它本来是一个很正常 很标准的公园 其实我们来的时候 就看哪里不对 看怎么样 就把它挖来挖去 敲敲打打这样子 改建三层楼的老公寓 成立于1988年的 一通公园画廊 是台湾当代艺术的摇篮 它才刚解研 自由奔腾的年代 办过无数个极具争议的展览 那像李明胜在做一个环保的 在那边烧树枝 然后找个妈妈送金 割学什么什么 结果人家一来就 就以为说 我们这边有个展览空间来看 结果你们这个画廊在哪里 我说你已经踩到作品上面了 那把他吓死了这样 有一次陈慧桥就做了三个框 一个铁框 然后就放着这样 那两个外国人就来看展览 就说这也是作品 那另外一个就不服气了 两个人为这个 大概真的半个小时 然后要走的时候 那个人终于说 它是作品 因为我们只为这个作品 就真的半个小时 所以真的那件是作品 他是画廊的负责人刘庆棠 26年前和艺术家好友 庄浦 陈慧桥 黄文浩 共同创办这间画廊 取名很特别 就直接用宜通街的地标 叫宜通公园 我觉得一个空间这么自由 它应该也不会变民宿馆 也不会变画廊 我说我们叫做 就是一个生活空间 类似像这样子 但它更没有那种繁力 所以我们才叫做 就取一个叫宜通公园 我们就像公园一样 你这是很自由的空间 你要出入自由 像是公园一样 自由的艺文公共空间 宜通公园独立营运的模式 总是保持开放态度 接受各种当代艺术的刺激 曾经在此展演过的艺术家 像是袁广明 李明胜 姚瑞忠等人 现在也是国际间知名的艺术家 这里是宜通公园知名的酒吧 艺术家们在这里讨论 沟通 台湾有很多前卫的艺术 都在此诞生 沟通方便 还有我们聚会方便 我们都聊到天亮 聊了好几年 聊到永而喝豆浆又回来 所以我们自己就做了一个咖啡吧 所以也影响到后来的空间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空间 都不错 你看 又可以卖咖啡赚钱 卖酒赚钱 其实不是 我们那是做沟通用的 2014年 宜通公园26周年 限量推出15位艺术家的 手工版画作品 其中包括知名摄影师 张千奇的作品 以及画家江贤二的 《对永恒的冥想》版画创作 从原作到版画的过程 其实比较具有挑战性 就是这个部分 像我们要如何把这些细节 然后这些很微妙的变化 那种光线的变化 怎么展现出来 走过26年的宜通公园 坚持冒险 不迎合任何人的风格 是台湾重要的视觉艺术摇篮